为了让花林的偏乡孩童有更稳定的教育环境 林诗宏陈武基金会在花林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王省刚卒的牵引之下 是来到了水源国小、同门国小、同南国小 赞助了森巴谷、篮球框、羽毛球拍和运动的训练器材 希望能够把满满的爱心带进偏乡的部落 陈武基金会9号一天这次来到家里国小 水源国小、同门国小和同门国小 来针对小朋友需要的运动器材和森巴谷 来关心新闻乡最难取得海洞们的教育环境 而这次有花林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王省刚卒 花林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 劳务劳动合作社总干事蔡真林 前新闻乡名代表会副主席王省智的带领之下 来到同门国小进行关怀 新闻乡的王明贵、陈武基金会创办人林诗宏 同门国小校长黄金聪 共同来办理捐赠活动 对我们秀林厢印象非常深 我想他现在很有成就 所以他把爱心还是关怀到我们秀林厢 在这里我真的要代表我们秀林厢说声谢谢 很感谢让我们的小朋友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设备或是文具 那林诗宏医师他都不会忘记小朋友的需要都会赶快来协助我们各部落的小孩 在这次的建筑里面他们真的建筑了我们同门国小圣巴谷的一些设备 因为长期来小朋友都一直在练习 那在这时间都找不到一个捐赠者 真的林诗宏医师第一次听到之后就马上来协助 我想真的是由衷的感激 我刚刚也有大声的呼吁我们的小朋友 将来如果成为有用的人有成就了也不要忘记 就要跟林诗宏医师一样把爱来捐赠给我们回到我们的部落来 或是真正需要的人 我们针对这个森巴谷队 这个同门国小梦想谷队的服装还有设备 包含森巴谷我们都做一些更新 这个也用了很多年了 这个小朋友很认真练习 那有些鼓也都破掉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借由这次的圆梦计划来帮助 这个学校能够更新设备 让这个同学们在表演的时候 可以有更好的设备 有更精湛的演出 很开心 城市屋基金会林诗宏院长与团队们 来到花莲秀林乡部落 与原住民合作社一起来关怀 就是国小的小将们 还有我们秀林乡大家长 黄美桂乡长一同来参与圆梦计划活动 那其实部落里面 小孩生长环境都不太一样 有隔代教养单亲家庭 寄养家庭 也有双亲家庭 但家中小孩很多 态度上来讲不是很完整 那很多部落家庭吃得饱穿得暖就好了 但这已经 应该是说这孩子 也是需要一技之长啊 可能读书没有办法很厉害 但对于运动或才艺这一块 却是很擅长的 小将们需要的是机会 因为看见老师还有教练和学生们的努力 陈武基金会和原住民合作社一起来朝着目标前进 培育下一个台湾之光 来到同盟国小 在校长黄青聪的带领之下 全校师生们以 套入一个有生八股来热情欢迎来自台北的国民们 以原住民的热情来展现大家的热情 校长除了资政感谢壮之外 同盟国小师生们也资政精美的手工艺品给家庭国民们 同时也感谢他们每年来这里关心他们 资政满满的爱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